嗨,大家好,我是蘭力哥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也是第一期到地未吃的特抽 所以今天我去到一個叫做獨雅欄的地方 去吃它的淡水大頭蝦 獨雅欄也是屬於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 如果不是有特別事情,根本很少機會經過那裡 但由於它的淡水大頭蝦出名 所以也有很多人慕名去那裡吃它的淡水蝦 所以我自己本身都是用了差不多50分鐘車程 才能去到那個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影片 這個就是那個大頭蝦被煮之前的風菜 事不宜遲,我就拔去蝦殼 現在為大家介紹打中吃法 就是它的蝦肉配蝦糕 所以因為打一旦它是靠近那個頭蝦 所以它的肉裡面也會帶一點蝦糕 所以如果只要這樣吃,你也可以吃出不同的滋味 大中口味就是它的蝦肉配它的特製辣椒醬 所以它的特製辣椒醬是偏向酸辣的 所以它也可以使用它的特製辣椒醬 所以它可以使用它的特製辣椒醬 至於大頭蝦,吃起來更加開胃 然後蝦頭也可以帶來兩種不同的口味 一種就是把蝦頭刮出來 配飯,然後拌一下蝦汁 然後它也是非常的熟悉 但是一種吃法就是正食蝦頭 去感受蝦糕原汁原味的滋味 吃完之後還是要給點平衣 因為這次我們去的檔案是同行有五個人去的 所以大條蝦的口味我們可以選擇兩款 一款是清蒸,另一款是乾煎 我們先說清蒸吧 因為清蒸其實很開心我也有拍到影片 可能是按錯的關係,所以影片就刪除了 所以剛才看到試吃的就是乾煎的 清蒸的大頭蝦有什麼特色呢? 在台灣的照片,蝦的質感有白色的味道 所以是蛋白,然後放一些酒精的蝦 所以吃起來的鮮味也十分之好 因為蝦本身都是油水的,它是新鮮的 所以新鮮的蝦清蒸是最好吃的 然後原汁原味的體驗到蝦的鮮味 這個清蒸辣肉蝦可以說是拿到A級水平的 另外一款是乾煎的奶肉蝦 乾煎會令蝦更加結實 所以咬起來也會更加彈彈 所以由於乾煎 它也有用到豬油渣、豉油來調味 所以它的口味是比較重的 所以如果是那些喜歡重口味的朋友 乾煎的大頭蝦都可以滿足到你們的口味 所以其實吃這個淡水的大頭蝦 不只有一種吃法 所以我有看到很多人吃這個大頭蝦 只有一種吃肉的頭蝦 所以這個多一單的淡水大肉蝦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蝦頭 因為蝦新鮮的情況 蝦頭也不會有腥臭味 由於蝦也放了光陽一段時間 所以它沒有什麼泥味 所以蝦頭可以看上去 蝦膏是多到滿出來的 所以就可以讓我們吃蝦 可以體現到幾種不同的食法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蝦州 靠藍的地方 像金寶、打花附近 你也可以嘗試去買這個地方 因為它那個淡水大頭蝦 真是極力推薦給大家 你們吃過之後 包你們美美無窮 所以今天我的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請按讚、分享和訂閱 因為有你們支持我才有更多的東西 去做更多優質的影片 給大家欣賞 所以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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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